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讲到了选举 现在英国人他们希望能不能再来一场选举 因为有一点点没看了呀 受不了了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们先前刚刚选出了一个首相 当然英国的选举他们是内阁制 所以他们没有到人民直选首相 他们是选出了议员 然后议员再来投票选出首相代议制 可是问题是 你看看BBC的政论节目 这位大姐直接的讲了 是不是我们可以重启大选 希望目前的首将特拉斯 让人民来决定首相 还补上这一句 希望他有足够的勇气 来承担这件事情 好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经过了强身 经过了特拉斯 大家真的是有一些些的 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 其实可能最直接的原因还包括什么 包括现在的这些民生问题 现在就连工党都讲了 他们必须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才能够保持领先地位 看到了特拉斯 现在在英国民间 大家是怎么样的看待呢 有人说他很像是灾难性的第一个月 直接拿着炸弹把自己给炸飞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就讲了希望来减负人税 同时要做能源的补贴 但是现在这两项政策被说是提油救火 因为会使英国的财政赤字更加的严重 甚至到了2030年 这负债会占GDP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一倍多 那这样子的一个致命弱点 甚至有可能会酿成经济危机 红博社就讲了 说这个信任危机已经酝酿多年了 其实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大爆发 那家庭之间他们直接的说 其实你只要减税 每节省一英镑 就会因此而冻结福利 让这一些家庭损失超过额外的两英镑 让大家会有一点点的感受到那个剥夺感 然后你现在因为通膨的关系 你加息 加息之后房价的部分跌幅会增加 房贷的部分会增加 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谁能够撑得下去 再加上能源问题 英国国家电网已经讲了 今年他们每一个家庭 有可能都会遇到停电 甚至这个停电的时间 可能一天会有三个小时 分析师也说了 英国政府的能源价格上限 可能要花费到1400亿英镑 天哪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特拉斯在上任第一个月之后 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经济方面的惊吓 鼓会式山虾 大家都没有想到 目前他第一个月 英国的郑政市长已经蒸发了3000亿英镑了 那个时候大家就讲了 财政大臣 他在讲说减税这样一个政策的时候 就那一场演讲 市场大屠杀流血超过了十兆 现在的关系是什么 现在的关系是 特拉斯虽然说 他在选举的时候讲要富人减税 但他现在因为出包了 出大问题了 他说一切都是垮的问题 他没有讲清楚 他垮怎么想 垮说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的问题 因为他的葬礼打乱了整场的减税计划 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特拉斯现在该怎么办 他是要寻求欧盟来帮帮忙 希望能够解冻彼此之间的关系 毕竟先前他们脱欧 所以现在他去参加了欧洲领导人会议 说是时候跟欧盟朋友们 来找一些共同的事业了 特别是在能源上面 是不是我们可以来签一些协议呢 但问题是 虽然彭博觉得这有可能会让 先前的一些恩恩怨怨来消退 但是特拉斯之前话说的有点绝 包括他一讲了 上任之后就要撕回北爱协议 包括他先前在接受爽访的时候讲 马克宏是朋友还是敌人 悬而未决 现在回过头来说 没有啦 我们是好朋友啦 我们可以互相帮忙 我们可以彼此来救援应援 那我们也要问 这个前后的翻转 还真的有点快 又或者你应该要先想一想 如何让人民对你的观感翻转 来 赖老师 首先我们先看到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就已经点出英国内阁制的缺陷 而且我们在前几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英国人才看到 或是美国人才看到这个问题 其实比我们这边慢很多 为什么 因为您想想看 一个立法权跟立法行政合为一的内阁制 总统至少还三权分立 总统制 然后还彼此之间相互制衡 可是内阁制是立法行政合一 因为谁是国会的最大党 谁就掌握了这个政权 可是问题是 掌握这么大权力的行政立法合一权的 这样的一个权力的首相 他竟然不是直选 而他是间接选举 是党内的直选 那党内的直选中的时候 却是由党内的很小群的人 他们来决定谁掌有如此巨大的权力 这个权力是大到 几乎是超过这个总统的权力 这么大的一个权力 然后竟然是由很少的几万人就决定了 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 当初在台湾有一堆人要主张内阁制的 其实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说 主张总统制的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其实这就告诉大家说 不管内阁这个总统制 其实选举出来的制度有优点 可是也有缺陷 不要去掩盖缺陷 因为他会爆出问题来 例如说无能的政府 选出外行人来执政的政府 这个都是选举制度一定的 选出律师为班底 这都是大概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里面 不要把这个民主制度深刻化 理性的诚实的面对他的优点 面对他的缺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其实特拉斯目前的危机 也给英国带来的危机 我觉得是来自于他的傲慢跟偏见 这个傲慢跟偏见是建立在哪里 不只是建立在个人上面 而且是建立在贫富的差距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对富友人 掌握既得利益者的一种保护 然后对于弱势团体的一种 持续性的剥削 所以你会看到 他的所有的施政的做法 其实是对于这些社会的底层人 是不停的去扩大他的不正义性 就是继续补削 减富人税 就是扩大社会的不公不义的事 例如说对于电价的补贴 电价的补贴你想想看 用电最大富 绝对不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一定是富有的人 以及工商企业界 他们是用电量的大富 而你却进行补贴 编出一千多亿英镑来去补贴的话 是不是也会造成 这个不公不义的事再扩大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对于已经退休的人的老人 现在物价涨成那么高的时候 你却不拨津贴来去补贴他们 那是不是又扩大了这些 本来就生活在比较辛苦的 这些退休人员的时候 他的生活是不是陷入更大的贫困 那就差距就一直在拉大 最后还生息 房贷主本来就是欠钱 房贷的意思就是我欠钱 我是债务人 我是债务人的时候我要还贷 你又生息的时候 我是不是债务又负担 然后当你要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你可以 那是你跟银行的事 有人说我找不到工作 他说你可以 我的薪水也没有调整 你可以找比较富有的工作 薪水比较好的工作去做 所以我觉得 这一些的一些很多的一个事情 都会让他自己本身 陷入这么大的一个困境 最后讲一点 他跟欧盟的关系欧洲 欧洲人我比较了解 漂亮话极会讲 最后都很实际 所以法国马克宏也可以讲漂亮话 讲完了以后 有一本账要跟英国好好算 所以不用担心 英国这本账还没有算完 是 来 请教一下杰大使 其实法国跟英国 为什么一上海 杰大使就说 我们是敌事有悬而未决 这是因为他法国 英国脱欧的时候 在这个 这个就是 英法的水域之间 有一块捕鱼的区域 没有弄清楚 就是说 本来因为都是欧盟 所以双方的水域就开放 可是因为脱欧以后 那个水域没搞清楚 很多法国传统渔民的权益 在那个渔场捕鱼的权 就受到英国的阻挠 法国方面反应也非常强烈 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是说 英国脱欧的时候时间太快了 很多事情没有把它讲清楚 所以就变成留下来一个 一个引爆点 曾经一度闹得还蛮不愉快的 有的时候是不是真正解决了 我看是没有解决 所以这个渔权 这个冲突事实上是 英法两国 在英国脱欧以后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当然马克宏也不会退让 那现在当然就变成 这个特拉斯很多事情 就是说他一上台来太快了 表态表得太快了 后来他都不得不把这些 把这些话吞回去 所以你可以慢慢看 特拉斯会越来越胖 因为他食盐而肥 他现在要死下很多言 比如说北爱尔兰这个协定 他也要去碰 结果欧盟严重警告他 欧盟严重警告他 那他现在需要欧盟的时候 他就马上就把他的话收回来了 那么他本来要准备跟这个 法国好好来算一算账 你们不能跑我们的水域来偷捕鱼 这些事情准备强硬了 现在他自己国内出问题 所以他又变成这样软下来 但以他过去从政经历 他就是有非常投机的一面 他以前 比如说他为了他政治前途 他跟原来保守党里面一个大佬 就有不正常的关系 对不对 后来他就达到目的以后 他又回 他又没事了 所以他的其实我觉得出现 任何这些政治人物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 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 性格有关 他当时当上英国的首相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他有那种狂喜的这种 狂喜的那种倾向 我就记得很清楚 我那时候看他当选的感言 第一次的演讲 从头笑到尾 而且是乐不可知 那就是有一点乐极深悲了 那就是说他完全忘记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担任的职务 就连出了几个非常错误的政策 内外都出 那他其实这个财政政策最主要是 引起了英国人的重怒 因为英国很多这种 pension fund 退休的基金 基本上都会投资一部分 在英国的国债部分 那英国你这个国债本来就已经 英国的赤字就已经 逐渐在增加 可是你现在又减税 又增加支出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惶恐了 你会不会把英国的财政 搞到往坏的方向 那你的债性也就往他讲 所以就一连串产生了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英国的情况 真的是蛮严重的 而且我认为他可能 如果说他不能够立刻 把这些眼前的危机 能够做妥善处理 他很可能就会下台了 是 来 两个 英国现在的政局是很尴尬 因为他上次的选举是2019年7月 他们的选制是 如果没有中途就是倒阁 那就做五年 五年事实上是到 就到2024 因为保守党选太好了 保守党上次是365席 对 202席 赢了160席 赢了160席 英国历史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就是说你现在才执政到一半 结果你现在的保守党的民调 只剩下25 工党是48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就是你已经没有正当性 当然这个伟大的领导人就是特拉斯 因为特拉斯上任的时候 民调是35 现在跌到22 所以你去想这样 你保守党怎么办 一个星期13%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就在于说 你没有办法改选 因为保守党的人不会提倒阁案 提倒阁案不早死吗 所以你就变成是一个僵尸政府 就是说你已经失去多数支持了 可是因为你上次选太好 所以你的席位都还僵着 目前就是这样子 所以保守党里面大乱 所以保守党里面有讨厌特拉斯的 可是都知道现在不能改选 改选大家就一起死了 所以才会有赖老师刚刚讲那种现象 所以你保守党要换党魁 那就是换首相 结果你保守党就是 就只有那些党员决定 因为他的规则就是党员投票 完全都不参考民调 事实上特拉斯的民调是最低的 最低的 结果他竟然当选 所以这个就是 一大堆不合理的制度搅在一起 就变成今天这个局面 就保守党的国会议员 不敢解散国会 解散国会这个时候他们就完蛋了 只好去让特拉斯 因为保守党的党规 是保证任期一年 所以他们现在是不是要内部修 他们的党规把特拉斯推翻 等于是又要再搞一次 所以有人就说他做不到年底 就这意思嘛 那个是党内的政变 因为本来是 保守党党内是保证当一年首相 可是保守党的人已经受不了他了 所以可能会在年底前 再把他干掉这样 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 他可以撑到一年 还是他撑不撑得过2022 然后这件事情 其实国际监督都在看 我们先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